我们结合龙的生肖 做了龙的龙王和龙女的两个造型的皮影人物 那我首先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是我们龙王的一个造型 那么这个是一个龙女的形象 我们叫它锦线龙女 这个也是来自于我们中国的一个传说 它本原形是一个绣娘 是一个刺绣的女孩 也是为了为自己的地方百姓祈福 然后呢发生了一个非常美的这个神话 那我们也是结合到这个里面 为迎接2024年的这个造来呢 创作了这一款的这个龙团的这种龙的这个板件 而且呢也通过这个作品 将我们龙团的这个微缩景观创作了出来 我带领学生用了200余斤面粉 历时三十余天 创作了一条身长8米高2米的面素作品 龙腾盛世 我创作了一幅操作可赐作品 西洋龙细竹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精细石也是很足的 然后颜色呢也非常的鲜艳 是属于比较国潮风格的 那么它身上的这个花纹呢 也是结合到了机械风 那再结合到传统的花纹设计上 把它们融合在一起 让这个人物呢在保留皮影文化的同时 也融入了很多新鲜的元素 那更适合当下潮流文化 颜色呢没有特别特别的这个艳丽 因为本身她也是一个普通的这个女生 在当时的话可能她们的服饰就不会有那么华丽 所以说呢她可能没有刚才龙王的颜色那么多 也是贴近了她本身的一个人物性格 很朴实 但是又为大众然后做了很多的贡献 首先是经过原先的这种构资 来停接的这个技艺呢 就去现场将它用泥塑的方法创作完成 第一条龙创作好以后 就得到了一些市民 还有一些顾客的这种喜欢 所以在这技术上 我又经过现在高科技的扫描翻模 来自于灌浆烧制更好的能够量化这种我们举南具有代表性的这条龙 这件作品在创意和制作方面还有一些独特之处 比如在色彩大会上采用了金黄青为主色调 金色代表富贵辉煌 黄色代表繁荣兴旺 青色代表自然和平 作品色彩具有对比强烈鲜艳明快的色调 使得整条龙显得生动活泼富有生气 在龙的形态塑造上 注重细节的刻画和整体造型的协调统一 使得龙形象栩栩如生 威严庄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